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陕西有一夫妇贩卖五斤芹菜 却遭到当局罚款6万多元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 中共高层面临着如何站队的问题 近期 中共公检法主官相继表态 向习近平表忠心 而习的亲信王小洪的表述 则透露了两点信息 8月26日 王小洪主持了公安机关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报告会 他除了强调公安机关要做到绝对忠诚外 还强调要重点领会习提出的11个坚持 11个坚持中 有一个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时事评论员周小辉撰文表示 这是否在暗示二十大前 习会再拿下某些撤走自己的高官 他认为 王小洪的讲话透露了两点信息 一 中共党内还有人不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听习的命令和习的指挥 党内外存在破坏中共集中统一领导的言行 存在破坏高层关系的现象 二 习的政治安全依然未稳 所谓的敌对势力仍在对中共内部进行渗透颠覆捣乱破坏 王小洪所言 再度证实 北戴河会议并未解决中共高层奔起 决力仍在进行中 二十大前 习近平仍面临风险 中共党内不仅有习派和反习派之争 就连在习家军内部都在争位 二十大临近 68岁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届时将退位 有消息传出 围绕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出现了激烈的争夺战 政法委副书记王小洪和秘书长陈一新形成两户相争的局面 王小洪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 两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相识了 当时习近平在福建省任职 王小洪是福州的一名高级警察 如今习近平提拔王小洪连升三级 又是公安部长 又是公安部党委书记 又是政法委副书记 习此前去香港 去新疆 王小洪都跟随在身边 负责安保 而陈一新也是习的亲信 曾在政法系统搞所谓的整风 为习近平清洗政法系统中的威胁 时政评论员陈破空说 两人在习近平面前都炙手可热 红得发紫 陈一新本来以为政法委书记会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王小洪后来居上 现在成了习近平最看重的人 陈一新急了 前段时间通过政法委发文猛烈地吹捧习近平 试图和王小洪一决高下 要争夺下任政法委书记 自由亚洲电台在专栏文章中表示 王小洪已经是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最可能人选 文章说 习近平如要在中共二十大连任 政法系统的刀把子很重要 过去几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从周永康到孟建柱 再到郭升坤 都是地方省委一把手出身 至于习近平是否也会挑选一名省委一把手 担任政法委书记 不是没有可能 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中共空军政委换人 观察人士认为 外航管内航是中共体制的弊端 即便对台作战 习近平也很难找到有本事的人来操盘 据中共吉林日报报道 8月26日上午 郭普孝首次以空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出其活动 此前 担任该职务的是于中福 郭普孝此前担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 2020年12月晋升上将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于中福还是郭普孝 其中将和上将军衔都是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 时事评论员岳山认为 郭普孝接替于中福 60后接替50后 属于中共军方人士正常更替 两人都是习近平提拔的 所以也不是权斗问题 不过这类政工干部就是军队里的监军 代表党 无论是经过了什么军种 什么军区都摆脱不了外航的实质 更不要说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仗 岳山认为 外航管内航 是中共官僚体制几乎是最要命的弊端 真拉上台海战场 党官对军事官员的掣肘 只能使战场失利 会让人大跌眼镜 看吧 时事观察人士网赫表示 于中福应是到年龄退下 郭普孝一路都是正工干部 此番提升应是获习近平的信任 不过他指出 习近平在军中的人事布局有个最大问题 就是从领导体制就体现出对军事将领缺乏信任 主要是强化了军政二元领导体制 正工系或重用 军事作战将领相对被抑制 王赫说 负责人士的正工将领得势 会使中共部队潜在派系容易相互轻压 军中真正的人才很难冒出来 这样看来 习在军中的两大任务 军改收尾和对台军事准备 习都很难找到信任的 有本事的人来操盘 军中吹牛的人很多 迎合习 中共财政吃紧 地方政府乱罚钱的状况层出不穷 近日传出陕西省榆林市 有菜商贩卖五斤芹菜后 因抽检不合格遭重罚人民币6.6万元 引发热议 榆林个体户罗卯和妻子去年10月 进了7斤芹菜 市场监管部门提取其中2斤抽检 另外5斤以每斤4元卖出 一个月后 罗卯收到检测报告 指这批芹菜不合格 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罗姓夫妇提供进货票据 但两人表示票据丢了 而且5斤芹菜已经卖出 无法提供购买者信息 无法召回 市场监管部门于是处罚6.6万元人民币 被罚的罗卯承认犯错 也接受处罚 却认为当局不应一下子把人罚死 又说自己得卖多少吨芹菜 才能挣回来那6万多 央视报道说 榆林市监局2021年以来 对小微市场主体的处罚 有50多起 其中超过5万元的就有21起 而涉案的案值却只有几百甚至几十元 有学者认为 当局采取的手段违反了中国行政法的原则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形容这是一起标志性事件 反映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 拮据 为了罚款创收 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这表明财政已难以为继了 要以拮责而鱼 杀鸡取卵的方式来满足财政的需求 意义人士林生亮认为 这就是地方在搞创收 而且将来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这跟大环境有关 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上缴税收 随着房地产泡沫爆破 大量企业倒闭 外资撤离 地方政府又要完成任务 只能找小商小贩等弱势群体下手 相对来说 这些小商小贩更容易被他们收割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